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替整個新社區 增加濃濃的耶誕氣氛 我們這次配合耶誕節 我們2022基隆國際歡樂耶誕城 在孟月城 因為過去很多人都要跑到台北去 到處人擠人 不過今年我們盛大舉行 我們在孟月城辦了六大燈區 包含我們的孟月城堡 包含我們的璀璨光朗 就是希望大家不用舟車勞頓 跑到台北去 不管是基隆在地的朋友 以及雙北市的好朋友 都可以來共襄盛舉 那我們的活動呢 從11月12號到12月25號 中間不間斷 那也歡迎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來共襄盛舉 社區方面為民眾相當用心 規劃了許多精彩的表演 跟歌唱節目 希望在聖誕節 我們基隆在地 就有一個很好的休閒去處 小朋友 小朋友 大哥好 好開心喔 在耶誕節的前夕 可以來到這裡跟大家見面 真的很開心 這個社區剛進來的時候 覺得好漂亮耶 我剛剛以為我來到國外耶 難怪這個國際 國際 基隆已經走到一度計畫了 所以我覺得 身為基隆的女兒 很驕傲耶 其實我們邀請了非常多的大咖藝人 像龍監獄 像林俊逸等等的 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那我們12月10號呢 也有屬於小朋友的兒童耶誕日 會請到悠悠家族一起來 來這邊帶動唱 然後讓小朋友也能很開心的 來享受這個耶誕佳節 社區方面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可以到這邊來走走逛逛 平常美食 或是拍中打卡 全家大小 可以一同來歡度 耶誕的美好時光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道